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一生多才是因为你过去修才不识多 你这一生聪明智慧请你过去身中修极的法不识修得多 佛家常说 与之前世因 我前世做了些什么 今生受这世 我这一生所得的果报就是你 佛所享受的就是 与之来世果 我来生果报怎么样呢 今生做的事 我这一生做的些什么 就是来生的果报之一 佛告诉我 财不识的财富 这个世间人发财的人 他财怎么发的啊 是他修财不识的因所得到的果报 这么来 他修的因大 他得的果报就大 他修的因的时候 修得很痛快 修得很自然 他发财发得也很舒服 也很自然 好像不费力气的时候就发财了 如果他不识啊 很难 难舍啊 很多人劝他 严强去不识 不识之后又后悔 他有没有果报呢 有 他还是会发财 他那个财赚来好辛苦 有的时候赚来不久 又丢掉了 他后悔 所以啊 凡事都有因果啊 一点都不会察错啊 这个世处世间化里 我一度佛的眼睛看得清楚 看得真切 一天没看错 发布施得聪明智慧 无畏布施得健康长生 你看看 这三样东西 都是我们要的 哪个人不喜欢财富呢 哪个人不喜欢聪明智慧呢 哪个人不喜欢健康长寿呢 你喜欢这三样东西 你要不知道修因 这三种果报 得不到的啊 我们说佛 你明白这一段事情呢 这一生疏苦说呢 自己晓得 且是能修啊 真正明白了 现在就努力去修 勇猛精进了 不要等到来生 这一生就得过报 命是自己造的 命是自己造的 命可以自己改 命运绝不是一成不变 正是 正是佛法里所说的 原理原则 一切法从心相生 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 一报随着 正报转 这就是经上讲的原理原则 我们的心相 行相 我们果报就善了 现在的果报不善 不善我就努力来修善心善心 断我修善 我们的果报就会转 而且转得很快 你相信对自己信心有 然后用什么方法来改造 方法很多 最殊胜的方法是念佛 能够以亲近心 恭敬心 真诚之心的念佛 心底亲近 真诚恭敬 逐渐就离开住宿了 真正能够做到超法如神 那么如何改变命运呢 佛给我们讲 缘 因为因 因是过去深重重的 因没有办法改变 果报还没有现前的时候 因要没有缘呢 它不会结果 但是缘呢 我们自己可以控制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闻到佛法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存心善良 对人 对无 对事 我们对于善心之作 那就是我们抓住这个善意 过去深中的一些种子 善因与善云 下面果报就深 一定要把这一生的 一定要把这一生的 将来的果报 将来的果报 你那个物业种子就信息 善业种子不能信息 请佛教给我们 改造秘密 转变秘密 都在一个预言 每一个种子 都有成佛的 都有做菩萨的 换一句话说 也有做阿比地狱的 这种子 这种子全有阿 人人都具足阿 将来你要是 哪一个道成俗 想到哪一道去呢 你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 我们就有办法 佛给我们说出 基本的原理 一切法从心享受 这是佛法根本的原理 为什么会成佛 现在想佛就成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是果报里面 最殊胜的 由此可知 最殊胜的原 无辜于念佛 所有一切善缘里面 念佛的原自善 别忘了 那不再来 这只能比较 佛还是果然 可能大家要 好 这只能盛进去 感谢观看